哈囉!我們今天要來改裝我們的門禁系統 讓我們的社區門禁可以遠端的來做開啟 用這個小機器人去按這個按鈕 讓我們的社區門禁可以打開 我們今天又要來開箱囉 看一下這裡面有什麼 還是我們刀子 哇 塗牙的Zigbee 藍牙的網關 塗牙的Zigbee Bluetooth Multi Mode Gateway Obest Smart Controller CubeTouch 一個開關機器人 這個是可以跟塗牙的App來做連動 然後打開 小小的一個機器人 機器人是有做過改良的 裡面是有離電池 可以只用充電的方式 是一個Type-C的 之後就會把這個機器人把它黏在我們的開關上面 如果買這個機器人的用途是拿來做 把它黏在我們的對講機上面 那我們就可以遠程的來遙控我們的對講機 來開社區的大門 當我們需要開社區的大門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App來控制我們社區的大門 來做開關的動作 然後它這邊的高度大概是這樣子 這樣子的高度 可以比一下跟我們對講機的高度的差別 它這個模組都是可以移動的 因為我們可以這樣子 把它拿出來 換不同的模組 如果需要不同的模組 你可以自己設計 用3D列印去做不同的高度 我是覺得它這邊做成這樣 不如說上面打一個孔 那我們可以去買一個螺絲 然後用轉的方式去調整不同的高度 設計會比較模組化 比較簡單一些 但這樣子的話其實會有點麻煩 或是說我們要找合適的螺絲 砲砲砲塞進去 在中間這樣 但是打一個孔來說 其實會比較好 來做調整 看自己的DIY 這樣子的方式其實是 看起來比較漂亮 比較美觀 說明書 裡面的介紹這邊是英文的 中文介紹的是全體中文的 智能改裝配件 可以去控制各式各樣的開關 非感的配件有這兩種 這種我配件就是 按壓一般的按鈕型的 這邊這個圈圈呢 就是去搬那種 一根突出來的開關 用這種圈圈的 App這邊它是說用智能生活 我是不知道塗牙可不可以用 因為線上賣家那邊是顯示說 塗牙還可以連接這個 應該是可以的 等一下再去試試看囉 它的名稱是手指機器人 藍牙4.2的 是500毫安的底電池 它可以用充電的方式來對它充電 而不是用舊款的紐扣電池 這邊它有非常多的配件 這個是去操控安式的開關 那這個是比較短的模組 那其他這邊呢就是一個雙面膠的形式 我們可以等一下把它黏上去 接下來我們來開這個 藍牙跟圖牙的App來做連動 它還有一個Zigbee的技術 這個網關電量是5-EA 操作區間就是我們一般的溫度的操作區間 5.4的Wi-Fi Zigbee還有藍牙5.0的Mesh 這邊它是用Type-A還有這個是Micro USB 比較舊式的連接方式 裡面呢就是一個網關 一個方形的盒子 有四個腳墊 沒有做突出來的 但是其他這個沒有突出來 質感就還蠻普通的 接上電 連接Wi-Fi就可以做操作 簡單的小盒子 聞起來 聞起來是有點小化工的味道 按鈕也是會有聲音 有個彈簧音的聲音 說明書這邊是英文 另外這邊就是簡體中文 說明書好像怪怪的 它這邊被切掉了 所以 上面這邊就看不到 硬的地方就怪怪的 這個B 指示燈 Wi-Fi 這邊有三個 開App 用手機 用Wi-Fi 去跟它配對 2.4G的無線網路 就可以去做配對 App裡面按加入 與連線 那就來試試看吧 這個小機器人要開機 蠻簡單的 這邊有一個斑鈕 我們只要這樣 燈就會亮起來 就已經開機了 我們現在來配對一下 那我們這邊使用塗鴉的App 可以塗鴉 與設定註冊 Apple來註冊 就直接選擇Continue 那OK 然後我們這邊 Tuber Lab 現在把這個裝置加進來 需要使用的是地點 和我們的藍牙 我們這邊用掃描的 拿出我們的盒子 這邊有個QR Code 我們直接這樣子 那它就會抓到這個叫做 CubeTouch Ad 我們這邊要來重置這個裝置 在這邊就是要把它 on off on off 左邊是on 右邊是off 所以我們就on off on off on on next 藍牙我們要給它 讓它可以通過 OK 所以它有抓到這個藍牙 當 好了 抓到這個裝置了 試試看 打開 這樣就關閉 on 這是一般開關的模式 Click的話 它都會收回來 因為它是按一個按鈕的形式 off 它還是會按一下 因為它是一個按鈕 按一下是取消 再按一下是打開 等一下還會收回來 OK 這樣子按一下 按鈕的形式的話 就是用這種方式 Long Press的話 比較像是說 像是一般的開關 壓下去就是這樣子 它就是拉起來 像一般的開關 因為我們是要使用對講機的 所以我們是一個按鈕 你就使用Click就好了 Ctrl Back 做完這個動作以後 你希望它是 下去還是上來 Down的話就會是說 你這邊 做完的話 它就會一直在最下面 結束它會在最下面 所以它可以做到就是像 你要拉一個按鈕 這樣的動作 可能是一般壓一個按鈕的動作 所以我們就用 Up就好了 按鈕現在就設定完成 接下來要設定的是 Gateway 就是連扇Wi-Fi 遠程控制的這個部分 這個拿過來 把這個線 把它連接上 設定好以後 我們最後再把它黏上去就可以 它這個線 臭臭的 塑膠味很重 體驗非常差 這個Micro USB的接上來 接到我們的電源 它是沒有附充電頭的 這點大家要注意一下 這個是充電頭 5V-EA的 應該這樣就可以 配對這個 我們這個 HUB 一樣我們把這個盒子拿過來 然後這邊都有QR Code 所以我們就直接 這樣子 用這個 加號 Add Device 它直接它就找到了 這邊有沒有看到 Discovering Device 它這邊就找到這個 小盒子 我們就直接Add 需要有位置 這邊我們要加入我們的Wi-Fi 不過我剛剛好像加到5G的Wi-Fi 它這邊是需要跟 2.4G的Wi-Fi來做溝通 它這邊它連不上 我們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Add Device 它又跑出來 這邊 它是沒辦法連結這種5G的Wi-Fi 所以我們這邊要換一下 2.4G的Wi-Fi 然後我們再回到我們的App AndyTV也就是2.4的 然後我們這邊輸入密碼 出完密碼以後 連線 這台機器就會把密碼傳過去 讓它去做連線 好 它現在連上Wi-Fi OK Done 這個Gateway它就可以來控制 Device 就是各式各樣的裝置 因為我們有藍牙裝置和Zigbee的裝置 但我們希望用這台機器來控制這個開關 所以我們就把它加進去 我們這邊加一個藍牙裝置 那這邊就是這個CubeTouch 1S 就是ES這樣 然後confirm 直接講說直接加進去就可以了 OK它現在加進去 現在就可以用這個Gateway來控制這個機器了 那我們看一下它是怎麼控制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樣它在控制我們機器 但是我們還是沒有很清楚說 它現在控制到底是用我們手機直接去控制它 還是透過我們Gateway去控制它 把我們手機的藍牙把它關掉 手機是沒有藍牙的狀態 也就是說它不可能用藍牙跟這個藍牙的開關機器人去溝通 它現在都是透過Wi-Fi的方式 同樣的一個Wi-Fi的環境底下 我們現在把Wi-Fi關掉 看一下說可不可以使用4G來控制這個機器 Wi-Fi關掉 也是可以的 也就是說它現在用4G 我們也在去做開關這個機器人的這個功能 把它黏到我們的對講機上面 實測說人在外面 可不可以透過這個小機器人來幫我們來做社區們的開關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說我們按下 開關的時候 它要等滿久的時間才會恢復這個高度 我們可以去做一些調整 amplitude setting 這邊我們可以把它調成比如說更短的時間 像1秒 它時間就會比較快 因為我們不需要它壓下去太久的時間 所以我們直接調到0就可以了 這邊呢我們也會覺得說這個高度不需要到那麼低 設定成大概是這樣子 但這樣好像有點太少 所以我們再多一點點 大概56% 這樣子應該是可以的 可以透過這樣子去做微調 這邊拉起來高度 我們可以去調整 我們現在把它貼到我們的對講機上面 這樣我們就可以去開社區的大門囉 這邊看到這個是我們的開鎖的按鈕 在這邊 我們會把我們機器人放在這個位置 這樣子它就可以按掉這個按鈕 要拿膠把它黏上去 然後就OK了 然後黏上去就好 放在這個位置上 壓下來 OK 這樣就好了 我們這樣就可以用我們的APP 來操控我們的按鈕 這邊看一下 好像沒有按到這個按鈕 所以我們這邊調整一下 調整大概到3至2% 測試一下 這樣好像太少 多一點 像不夠 多一點 87% 這樣那個可以 好的 那我們就到樓下去測試看看 看這樣子是不是有完成可以開社區門的這個功能 好的 我們現在社區門是關閉的狀態 然後我現在只要按一個按鈕 這樣子我們社區門就打開了 OK 那我們再試一次 非常的方便 好 那我們在APP外面這邊用這個按鈕也可以 這樣子社區門的開關就做完了 拜拜